为何印度又向俄罗斯购买一批战斗机 真的是为了对付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越南网友有话要说 请一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 据越南媒体最新报道 印度方面对外宣称 为了增加印度空军的实力 印度空军决定购买33架俄罗斯战斗机 目前印度空军已经向印度国防部 提交了购买21架米格29 和12架苏30MKI战斗机的提议 虽然说 印度空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采购战斗机 但是印度这段时间正在加快采购进程 GP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采购计划 正在等待最后批准 有消息称 印度方面一旦批准了这次的采购计划后 新购买的苏30MKI战斗机 将会很大程度上的增强印度空军的实力 这批新的苏30MKI将会被升级为Super 30标准 与印度现有的苏30MKI战斗机相比 它的性能将会大大提高 Super 30版本 基于米格35上集成的CHOKA1雷达开发的 主动扫描性雷达 以此来代替原来的被动扫描相控制雷达 新的Super 30雷达能够同时追踪30个目标 从而是导弹立即摧毁6个目标 不仅如此 新版的苏30MKI的机动性会比原来更好 此前 印度已经向法国打索公司购买了一批阵风战斗机 为什么还要继续向俄罗斯购买战斗机呢 近期 印度与巴基斯坦尼布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甚至已经产生了一些激烈的消风 显然 印度方面很有可能已经招架不住了 虽然说印度军事实力在巴基斯坦之上 但是 巴基斯坦的一些武器装备来源于中国 或者是与中国联合制造的 因此 印度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利 然而 这个时候 他们又与尼布尔产生交恶 所以 印度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招架不住了 所以再次购买了一批战斗机 但是 印度方面为什么会加快这次的采购进程呢 眼下 以印度的空军实力 无法与周边大国抗衡 因此 不少人认为 印度购买这批俄罗斯战斗机的根本目的 并不在于巴基斯坦和尼布尔 有了这批战斗机的话 他就可以把现有的战斗机 开往尼布尔和巴基斯坦 然后用这批更加先进的战斗机 部署在敏感地区 然而 这只是众人的猜测 但是 如果印度真的想这样做的话 希望印度慎重考虑 否则真的会出现3D打印的局面 然而 该新闻消息也引发越南网友热评 其中有一位网友评论到 印度购买俄罗斯战斗机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如果空战的话 短短几分钟之内 就能将西方血等的战斗机击溃